吉吉鎮富山里里头向野溪排水沟渠 因常年未整治 落石枯枝阻塞严重 而雨汛期大水宣洩不及 孔酿城災害让当地居民非常困扰 富山里这压家 每一层大火的时候 水都很大 已经把我们的核框这两三百公司 都已经冲得很厉害 是我们附近这些居民的欢迎 我今天特别带我们水博球 又由我们议员 班教育议员跟我们订队 跟林正义委员的助力 北董来这看这条框 看能够清楚到我们水博球这边 跟政府这些资源 跟我们这框做好 较补到我们 提高基民的 生命再生的安全 对于地方建设非常关心的 陈议员表示 富山里里头向野溪排水沟渠 除了阻塞以外 两岸互提夺处坍塌 若遭大水冲刷 导致农作物流失 恐怕会影响农民生计 陈议员希望相关单位 能够重视民众权益 尽快编列预算来改善野稀的问题 保障民众生命财产的安全 这一项富山里里头向野溪排水沟渠 因为如果大好市场都帮起来非常厉害 尤其都是顺着我们苏尊的土地 造成我们农作部的顺义以外 在这里帮户非常非常高 虽然尽情在海时 我们只需要一桌而已 但是毕竟是冰山之一角 一定要全体一个整治 不过这危机 也如果把我们绑起来 我们整个小变的地方 那些住户三四十户 的效果不含摄准 所以我们今天特别邀请我们最普及 还有在我们林正义委员 跟我们订阅大家共同的会计 希望继续来变得医生 快点来给他们整理 富山里里头向野溪排水整治问题 刻不容缓 县员成招预判相关单位 能够尽快编列预算 让乡亲民众免于淹水之苦 有个舒适安全的家园 记者廖坤队积极采访报导